大家好,我是RaiRai 好久不见 今天这支视频内容呢 是2019年RaiRai爱用的化妆品的一个榜单 有非常多很好的产品要跟大家分享 感兴趣的同学千万不要错过 新来的朋友也别忘了关注我的频道 让我们就开始吧 先说防晒 一支化学防晒 一支物理防晒 化学防晒是一支化学防晒 现在呢,RaiRai今年的最爱 就是Hachi的这支新款的 Aqua UV蜂蜜高保湿防晒 SPF50 PA4个加 它是今年我在日本 6月份的时候 误打误撞购入的一支防晒霜 没想到它那么好用 有点相见恨版的感觉 从6月份到现在 我已经空瓶了一支了 它听上去高保湿 感觉是适合干皮 但其实混油皮的朋友们 你们也一定会喜欢的 因为它保湿 但是绝不油腻 非常好吸收 在防晒的同时能够起到足够的妆前保湿的功效 它涂上脸呢是清清凉凉的 非常轻薄也很水润 是淡淡的蜂蜜牛奶的那种香味 它的沉膜速度相当快 所以涂抹的速度也要跟上 在寻找高保湿的化学防晒的同学 千万不要错过它 可以买来尝试一下 非常好用 下一个物理防晒是Pharmacy的这支 Green Defense Sunscreen 它是SPF30 是一支低倍数的物理防晒 像物理防晒特别适合爱过敏的同学 因为它非常温和 但大多数物理防晒都过于油腻有闷痘的风险 Pharmacy这支物理防晒 我大概团了三支 有点夸张 它的卸妆膏也是惊艳到我了 非常的好用 没想到这支防晒也这么好用 据我身边的朋友反馈 他们基本上没有在Pharmacy这个品牌里踩过任何雷 抗衰老的最重要的步骤之一就是防晒 平时我们在家也好 或者是阴天也好 难免会有电脑屏幕啊 手机啊 还有紫外线的这些光老化的悲险 这时候就非常需要一支低倍数物理防晒 做日常来用 这支防晒的质地非常像那种无油面霜 挤开来一大坨看似非常厚重 但是上脸以后会发现它很好 推开也很轻薄 因为是物理型防晒 所以它完全不熏眼睛 所以使用感非常的好 它的沉默速度感人的快 它上脸之后有一点点那种自然的嫩白效果 但绝对不是那种假白 有时候皮肤状态好的时候用完它就会感觉整个精神状态更加饱满 另外就是这款添加了一些天然的抗老化的成分 无相安全而且完全不闷豆 我非常非常非常的喜欢它 正在寻找低倍数物理防晒的同学 不要错过可以去尝试一下 接下来重磅推荐 底妆产品 2019年我终于找到了我人生最爱的粉条 Westman Atelier这个牌子的粉条 非常好用 今天的底妆用到的就是这款的零号色 零号色是我新入的一个色号 它会比1号就是去年我9月份买的这个色号要偏粉一点 1号色可以看到是偏黄一点 这个会偏嫩白一些 那我的肤质呢是混油皮 两颊有时候会比较偏干 鼻翼容易出油 然后会有一些泛红和痘印的问题 这支粉条它的遮盖力大概是六七分 持妆力七八分 含有一定的养肤成分 因为是粉条嘛 这种包装在旅行的时候就非常好携带 除了刚刚说的那些呢 那我最最最喜欢的就是它出来的妆效 它出来的妆效呢是介于光泽肌和雅光雾面的中间 是那种satin finish 比较丝滑绸缎式的那种妆效 和肌肤完全融合之后 它出来的妆感真的是太好了 说是说妆感 但最终我觉得它出来的是那种皮肤质感的好 就如张晓慧小姐在推荐她的时候说的那样 别人并不会夸你的粉底很美 而是会觉得你的皮肤很美 我涂这个粉底留下的一些照片 回过头去看都会觉得那几天的自己有一点点好看 真的是皮肤质感太好了 个人觉得像我混油皮在微微出油之后 会跟这个粉底融合的更加完美一些 保湿力方面如果你是干性肌肤的话 我觉得这个粉底之前一定要做好足够的妆前保湿 因为没有做好妆前保湿的话 它就会在某些区域会有一些偏干 上妆工具呢我一般是用到这种粉刷去上妆 所以这个粉条会稍微需要一点耐心 海绵蛋上妆的效果我觉得并没有那么好 另外就是这个粉条需要跟肌肤融合 才会达到它的最佳妆效 提到过我是今年买了这个一号色 因为它当时色号选择非常的少 今年它出了零号色 像我应该是算一百 零号色就是会更适合我一些 当然这个一开始买的一号色用起来 也不会觉得特别奇怪 它会稍微偏黄一点 但是也完全没有问题 零号色更偏粉调一点 会有提亮的效果 习惯性买最白色号的就是可以选择零号 如果是稍微肤色会暗一点的同学 一号也是没问题 另外这条粉霜会含有一些天然的保湿成分 以及一些镇静抗敏的成分 这一点我个人倒是没有那么大的感觉 但是相对来说会比较安心一些 最后就是它的包装真的质感非常的好 非常的美 它是这种吸铁石的瓶盖 然后这种旋转式的非常有质感的磨砂的壳子 出去旅游你会发现粉条真的是太方便了 总之呢2019年RARRA最最最最喜欢的底妆产品 就是Westman Atelier的这一支粉条 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去尝试一下 腮红最爱一个日常一点的呢是LORA MERCED 这个GINGER色号 另外一个稍微特别一点的 更浓郁一点的呢就是 烧到Tuberit这个PILLOW TALK 其实一直以来我用到最最最多的腮红 是HOURGLASS的这个五花肉腮红 那今年呢我又发现了一个非常喜欢的 也是很日常的这么一个色号 是LORA MERCED的这个GINGER 它是一个裸性色 上脸以后就是那种鲜鲜的 非常雾面的 但会给你带来非常好气色的 这么一个不做做的腮红 感觉任何季节都是可以用它的 而且它完全不挑妆 也黄皮非常友好 怎么刷都很好看 想浓一点就多刷一点 想淡一点就少刷一点 像我今天脸上腮红涂的就是它 它的粉质其实也是那种 非常细腻的粉质 完全不会说挑皮肤状态 对新手来说也是很友好的 任何上妆工具都OK 那我同期其实有入了同款的 另一个色号是柴这个色号 这两支对比呢 柴我真的是一点都没感觉 这个GINGER比它好看很多很多 另一块比较浓郁一点的呢 是SALOTUBERY的PILLOW TALK SALOTUBERY一贯的各方面都很优秀 对白皮来说 可浓可淡 手重一点它就会很浓郁 手淡一点它就是那种粉粉嫩嫩的 非常日常 它内圈的这个高光色 真的是很细腻很细腻 如果说你出门不想带那么多产品的话 用它做高光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我朋友说它用内圈这颜色刷苹果肌 刷眼下皮肤立马就有了光泽感 就喷起来了 而且是那种非常自然的很好看的那种光泽感 接下来要跟大家聊的呢是一个面布盘 是HOUR GLASS的这个六色综合盘 是我今年年底斯芙兰打折的时候才购入的 但是不好意思它真的太美了 一定要排在这个视频里面 这盘其实去年应该圣诞就出了 但是抢得很疯 每年它的面布盘一出就是大家都去疯抢 这个应该是去年的一个复刻 也是卖得很好 卖得很快 今年其实除了它我还下单了另外一盘 但是最后我选择留了它另外一盘我给它退掉了 原因就是因为它更日常一些 另外一盘呢它细闪会比较多 我个人是更喜欢HOUR GLASS这种特有的细微 特别低调的这种闪 而不是那种很高调的那种 这盘总体来说综合使用性会更高一些 其实像NARS前几年有出很多面布盘 主要是以三红为主的 那我也买过一两盘 但我觉得NARS的三红盘 其实会有一两个色会比较美 但是它总体来说综合使用性就不是那么高 总有几个颜色不会用到 这一盘的话基本上我每一个颜色都会去用到它 最左边这一块是一个纯雾面的一个定妆粉 带细微光泽的一个淡淡的修容 和一个稍微浓郁点可以拿来做古铜粉的修容 这一块的闪会更明显一些 接下来是两块腮红 一块偏橘一些带更多的闪 一块偏雾面一些是粉调的 最后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高光色 先说腮红吧 Hourglass的腮红真的是一如既往的美 这块偏橘一点的呢 就更活泼一些 这块偏粉的就更日常一些 叠加起来用也是非常美的 这一小块高光呢 就已经演压很多别的品牌了 最神奇最神奇的还属这两块修容 我以前没有买过Hourglass的修容产品 但是自从用上这一盘以后 我就彻底的爱上了 像这一块偏淡一点的呢 就很日常鼻影啊 就是脸颊啊什么的 像我今天涂的修容也是它 就是非常的自然 很常用 那这一块更深一点 一开始我会感觉是不是会有一点偏深 但后来发现它涂上脸以后真的好美 不用高光的情况下 它可以给你带来一个好气色 就是通过修容都能给你带来一个很立体的好气色 所以我发现带光泽的修容真的是有点好看 突然发现可能是因为上了年纪 希望自己的脸上更有气色 所以通过各种带闪的产品来让自己比较有气色一些 总之就是说有这一盘之后 你很多产品都不用买了 一盘在手 天下我有 粉饼是上两支视频中也给大家get ready with me用过 然后也是今年最爱的就是Charlotte Tubery的这一支蜜粉饼 我用的是一号色 它已经铁皮成这样了 很快就会被我用完 首先第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它在美国很好买 而且有时候会有折扣 不像一些日系的会比较难买到 其次呢它很compact 就是它的这个包装出油什么的 都很方便 再来呢它不挑上妆工具 刷子呀像Real Techniques的那个大刷子 还有一些粉铺 用它都是OK的 完全不挑上妆工具 混油皮的我感觉它有一定的控油能力 最最最喜欢它的点呢 就是它不太改变底妆的颜色和质感 只是稍微的给你起到一个定妆和柔胶的效果 但是不会太过于夸张 总体来说 它的性价比是比较高的 我觉得我用完也会持续回购的 除了刚才Hourglass面部盘里的那个修容 今年用到最喜欢的修容 就是Fenty Beauty的这一支修容粉 它的色号是In the Sun也是我在前几个月的斯福兰开箱里面给大家说过的 那我越用越用越喜欢 对修容的要求就是好运染 那它的粉质非常细腻 非常的好运染 像我以前特别爱用CT的那个高光修容盘 我觉得它跟CT的那盘里的修容在颜色和质感上是比较像的 但是它的粉质会更加细腻一些 这两块修容为什么我喜欢也是因为它很自然 首先它是很beautable的 新手来说也是很友好的 另外就是它这种颜色呢除了涂在脸上很自然之外做鼻影也完全没问题 因为它的这个色调就是很好用 不会偏红也不会太灰 还有就是它的这个盒子大小我也很喜欢 出行方便是我考量很多化妆品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那它作为修容来说不会很大 然后很薄薄一片 装到哪都很方便 总体来说这个Fenty Beauty的修容粉就是很好用的 就建给大家 接下来眼影Laura Mercier的这个Fresnel色号 首先呢我不是那种眼影控 我日常来说对眼影的要求就是 一它要非常好熨染 能用手就用手 二一定要能帮我加深我的眼部轮廓 三就是要持久 很多爱彩妆的朋友一定是收了各种各样的眼影盘了 但是在这画画世界当中 我人生的最爱就是这个单色眼影 它虽然朴实无法 但是我的使用率超级高 这个Fresnel的这个颜色是一个深藕粉色 完全的雾面粉质非常的好 像我刚刚说的它也很持久 另外就是用手上妆完全没有问题 想怎么熨染怎么熨染 随便抹抹眼睛立马就有神了 像我会比较习惯在上眼皮和下眼瞼都涂上它 日常来说就足够了 如果说要在特殊场合一点呢 或者是想要加一些其他颜色去再加深一点轮廓 也是非常OK的 另外有一个跟它很像的颜色是一个季凡西的眼影膏 但是那个眼影膏好像我买完之后 它就更新换代了 那个颜色就没卖了 眼影膏的问题就是稍微会熨染会麻烦一些 但是跟它一样都是这种深藕粉色 我都非常的喜欢的 内霜呀或者是双眼皮者没有那么深的同学 可以去考虑一下这种颜色去试试看 很日常很好用 接下来是睫毛产品 今年我找到了人生最强宇宙无敌combo组合 爱杜莎睫毛打底和CPB的睫毛膏 组合在一起完美 它俩组合在一起的妆效出来就是那种既卷翘又纤长又浓密的一个不晕染的眼睫毛 也是我今天眼睛上涂的这个眼睫毛 不瞒你说啦其实我一开始用CPB的时候 我不是还吐槽过吗 我就说这也太难用了 这么晕妆 所以说我内心心底对它出来的妆效是有点喜欢的 结合了纤长浓密鱼体的非常好看的一个睫毛膏 但是它真的太晕妆了 直到有一次就误打误撞 买了爱杜莎的这个睫毛打底之后 再刷上CPB竟然不晕了 Oh my god 买它 卷翘的效果真的是太好了 因为它本身就有一个卷翘的效果 根根分明的效果 再涂上它就是可以不用担心了 睫毛已经很美了 非常非常推荐 如果是手上正好有爱杜莎或者有CPB晕妆的同学像我一样的话 可以去考虑一下这种组合 接下来是三支今年用到最喜欢的口红产品 分别是这支古琪和两支伊利亚 先来说这支古琪 它的色号是203号是金管这个系列的 Rovewood这个色号 它的颜色是那种中性玫瑰色 肉眼其实不太看得出来 它是带有那种淡淡的丝绸的光泽感 上嘴以后还蛮轻薄的 而且完全不会拔干 今天嘴上涂的也是这个颜色 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看 是比较温柔和有气质的那种颜色 它整个包装比起CT的唇膏来说会更有分量一些 而且看上去就是做工会更好一些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了解一下古琪的彩妆 还蛮好用的 如果说这支古琪是用上去觉得很美很开心的颜色的话 那这两支伊利亚就是用在嘴上会非常安心的 这么两支唇膏 伊利亚这个品牌本身主打的就是成分非常安全 为什么说安心呢 就是因为这两支唇膏其实是号称是可以吃的唇膏 像我们出去吃饭啊什么的难免会吃进去特别多的口红 涂上它呢就会很安全 这两支分别色号是一支叫Ben-Ben 它是润色唇膏系列的这样一个颜色 属于那种水红色 涂上嘴以后就是非常显气色 也很日常的这么一个颜色 很滋润很滋润 另外这一支呢 是Rococo这个洛可可颜色 它是伊利亚的那个口红系列 所以它的颜色会更加饱满 会更像口红一点 持久度也会更高一些 可以看到这个颜色呢 就是一个日常的一个豆沙色 是那种人人涂都会很好看 而且完全不调肤色的这么一个颜色 伊利亚就是很天然 然后孕妇友好的一个品牌 也是我平时用的最多的今年 这就是我今年用到的特别喜欢的三支口红了 以上就是今天这支2019年 Red Red的化妆品榜单的全部内容 2019年你们有用到什么 特别好用的化妆品 也一定要留言告诉我 B站的同学别忘了给我弹幕留言 还有就是收藏新来的朋友 别忘了关注我的频道 祝大家有一个很美好的2019年的收尾 那我们就明年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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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